而今天清晨6點多 在台東市的臨海路二段和風谷南路路口 也發生一起嚴重的車禍事故 一輛休旅車疑似逆光 事先不好和同向的機車發生差狀 機車駕駛當場失去呼吸輕跳 由於附近和路口沒有監視器畫面 整起車禍原因警方還必須調查 從畫面上可以看見 白色的休旅車引擎蓋整個隆起 而一旁被撞倒的機車則是物品試散一地 據了解這起車禍事故 發生在今日上午6點多左右 在市區的臨海路二段和風谷南路的路口 一輛由62年次的戴興男子所駕駛的休旅車 由資本往台東方向行駛 與機車發生差狀 造成機車歧視當場失去呼吸心跳 而附近的民眾在聽到巨大的撞擊聲後 嚇得趕緊報案 就是聽到聲音了 我在厨房那邊就聽到聲音了 啪!這樣子 哦!完了! 我就出去看到摩托車而已 他沒有看到那個人 看到機車在那邊停 中的聲音大聲啊 對!大聲! 啪! 而根據代性駕駛表示 自己車子開到路口 因為逆光視線不佳 機車突然出現在車子前方 在發現時已經來不及了 由於車禍的地點 和附近的路口都沒有監視器 因此目前整起車禍的原因 以及肇事責任的歸屬 都有待警方做進一步的調查以及釐清 記者陳吉林台東市報導